车来车往了东明路 但怎么骑车骑到一半 多了一整排的三角锥 让车道缩减 车道缩减还不打紧 但仔细看地面的搏油 出现了严重的军裂 甚至整条道路出现了高低差 至少有五公分 让用路人觉得好危险 东明路这一半本来都是平的 那是不是因为这个施工的问题 造成这个路面警协这么大 坡度这么大 因为很多民众返运 路面真的是差太多了 这个有一点危险性 尤其是晚上 而且这个是主要干道 网罪方生号更多是弊军的道路 原来市政府环保局 在六合停车场对面田辽河 进行水环境处理工程 但地面却出现了大面积的军裂 让用路人很恐慌 金融市议员江建玉 陈怡邀请了环保局等工程单位 到现场会刊 希望针对用路人安全 先进行改善 这一段晚上没有路灯 没有路灯很容易造成这个车祸 现在的话几乎是一个车道已经没有了 希望说赶快的安全第一 先把那个交通 避免交通安全事故发生 旁边就有东明加油站跟全联 很多的车子天天都会来这边往返 也有居民跟陈怡服务处这边 还有江建玉服务处这边 多次的反应 其实现在就是地层下陷的越来越严重了 然后长度也越来的越长 那希望呢 就是能尽快处理 工程单位说明 路面军裂安全上没有疑虑 将会配合施工需要 预计五月前道路将会重铺 但民众对于路面军裂有疑虑 将会进行补偿 地面有一些裂缝的部分 主要是我们目前工程在结尾 那有一些钢板人在拔除的时候 可能也老洞地面所造成 那我们现阶段 我们请这个施工厂商 我们已经责令施工厂商要来做处理 这段期间我们会有要求厂商 做好这个交通的一个指导 避免造成这个民众的一个危害 此外工程周边夜晚照明设备不足 市议员江建玉要求工程单位 做好交通警示设施 来维护夜间行车安全 记者黄少民金融报导